對 你這邊寫的我非常的讚喔 就是逛街 逛街 對 我現在不想跟別人逛 我也是 拜託是毛起來逛到這個時間 對對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如果別人知道我買不下去欸 我會覺得就是 穿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就買了很多 我就不想要被人看到自己這麼 可是我們都知道你買了很多這些 可是在你們面前這樣子大來這麼好 我還是覺得就是好像啼笑啊 我們高中的時候我還蠻常跟你逛 自從我跟你逛過的時候我就還沒跟別人逛 後來都走自己逛街 我記得我那時候來交換學生的時候 有一個很喜歡因為我逛 大家很喜歡爽約 蛤 誰啊這麼整 就是 你知道日本有一些女的就是 精神狀況不是很好 你怎麼會 她可能就會天 就是兩個小時之前就跟你做什麼 她今天自己不舒服之後 然後我就很開心我想要自己去逛 然後我就知道 來一下我那時候 她就一個人逛很開心 但我就覺得還好 可是你當日本人是不能夠原諒 不得到啊 那你為什麼人還這麼好啊 我想說反正我又不是沒事做 因為他們實在太喜歡一個人做事情了 所以就會有一些特殊的 而且其實因為 而且其實因為 Corona的關係啊 他們現在一個人去水族館什麼 都有瓦里皮疊欸 就是他們會希望你是一個人去的 有人來 然後一個人燒肉店其實就是 藝蘭啊 喔對 藝蘭 藝蘭真的很讚 藝蘭根本沒分約人 可是我就覺得好像 一個人專用的燒肉店還是跟 就是自己一個人可以去好的燒肉店的感覺 有點太一樣 對 它就是屬於燒肉界的小吃 廉價版 對 那我之前就真的有看過就是一個 那種很單品的無地桑 然後去那種就是很難約的燒肉店 一個優雅的喝一下 你覺得會看得出 哇 可是有酷的店好像做得到這件事啊 可以啊 而且他們現在其實有就是特地為了這種 就是去設計 為了你我想要來試試看你 你說 你去啦 你如果可以我應該就可以了 好有一個很驚嚇 這個真的超驚嚇的喔 它叫做Solo Wedding 大家應該猜得到吧 就是一個人結婚 我嫁給我自己 對 是不是很驚悚 好想說什麼叫做一個人嫁 就是一個人穿婚紗然後拍照嘛 對 因為很多女生 她可能 她找不到人家結婚 或者是說 或者是她惡婚 然後別人不想要辦婚禮 對 然後她那個Savis就是說 你可以就是租地服 然後拍婚紗照 一個人 然後她會弄得很漂亮 她有婚 標準價碼是3萬3 高級價碼是5萬5 就為了拍照 我查說看了幾家嘛 然後就有一些那種 然後還有寫說什麼 就是 剛好會遇到 就是在隣のスタジオ 攝影的人 然後他們還互相稱讚 對方 好漂亮 好可怕 真的是很可怕 我們以前有一個前輩 她 因為他們 都很喜歡把自己 畢業的時候 就是天天的時候 弄比較風光 所以她就開了個Party 然後 天天天所以是60歲 對對對 宴會場 然後大家可能吃東西這樣 然後她就是可能 上台講一下話什麼 但她那天就穿這 結婚禮 應該不是買的 應該是租的啦 所以她可能利用了那個 她的意思是說 我嫁給了公司 吧 我不知道 但她也是動力結婚 就是真的蠻豐富的 60歲沒有結婚 我有看過照片 因為我那天沒有去 但是 因為這件事當然 你為什麼不去 她沒有邀我 好吧 這件事當然就會成為的話題 然後就是我以前上次有去參加 然後她只有給我看 真的是 一個結婚禮服 白衣很普通對不對 就是一般的 沒有 大家可能穿正式的臉 對對對 對 我們出差的時候 對對對 都喜歡一個人 對 移動 就是一個人的房間 對 然後飛機 機位長只一個人 但是不會排在一起 就是會讓她全部都分開 我還會直接去改 就是我有時候會 這麼討厭他們 我真的不想 因為你知道坐飛機要做很久 我有坐在同事旁邊過嗎 我還好 你坐了多久 那個是 那個好像是 喔 回程啊 從一開始回程 我好可憐 我們聊到很高興 沒有辦法 我就不想跟他們講話 我是不是 病了 對 因為日本很煩 就是 我不知道 因為台灣的話 你累的時候 你可以睡覺 可是日本好像 對 你就覺得好像沒有辦法 放寬心胸的睡覺 也是 而且我們就直接約在 就是 到的地點 Hotel Robby 我還曾經 比如說我去迪士尼的出山 然後我怕迪士尼的人 然後我們就從而聊到我 哇塞 但我 關係不錯啦 你比較隨和 就 對阿 我比較交朋友拍 關係也不會不好 但我知道 你就是很冷冰冰 哈哈哈哈 因為我是走一個 那個交際花旅線 而且我們到了之後 我已經可以遇見 在那往後的五天 我每天都要跟這些人混在一起 對 因為我覺得你騎蠻可憐 因為像我們的話 我的出山很多都是跟女的 像剛才那迪士尼的也是女的 就是都是女的 然後大家 然後那些姊姊們啊 都會把我們訂好餐廳 這樣很好 而且都很好吃 然後大家就叫我點酒 他們也會自動點一些很好的酒 所以你們就是可能會有一些放鬆的成分 對 對 我們超放鬆的啊 然後可能 我前輩也會陪我逛街耶 你還要幫他們 對 那我前輩們就算 他們也都不會靠我啦 其實他們會自主的做他們的事 然後我的話他們可能就會陪我逛街 對對對 我前輩不太 我前輩不太陪我逛衣服 他還陪我逛了內衣呢 對 我記得 那人很好 如果是我人家就會說 好 我去別的地方逛一逛再回來找 他們都蠻愛我的 對 但確實他們就是一定都要訂 就是一個人一間旅館 你可以一起住 我是可以 對 我是可以 我完全可以 然後他們連出國旅遊 因為我有同事來巴黎照顧我 然後也是各訂 就訂同一間啦 可是各訂不同的房間 就是然後他們都說 絕對不能想像有人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我如果是旅行不會這麼疯嘛 但是出差就一定會 出差給啊 因為出差反正公司付啊 所以一個人意見是ok的啦 伊藤就說他有一次跟他一個很好的到中同學 要去大阪找另外一個朋友 然後伊藤就滿心歡喜的 就問說 欸 那我們新幹線的票要在你什麼時候買 然後那個人就說 沒有 我們到 沒有 我們到 對 然後就說 我們到大阪再會合 他就好傷心喔 他就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不跟他一起去 對 那像我們都可以就是 直接在電車上很開心這樣 對 他都不行 他一個很孤零零的做情感 對 他就覺得 蛤 是不是 蛤 為人不好 因為是還很好的朋友 然後他就說 那朋友就說 因為他有事情要處理 然後我們到了大阪再見吧 但還好他們回程的時候有陪他坐喔 一起坐 但都在睡 比較難拒絕啦 對 不是有那個粉絲有留言說 他上公司碰到同事 然後發現同事好像換座位還不一樣 當作沒看到 當作沒看到 他懷疑同事是不是討厭他 可是 其實真的不是耶 我小時候 就是我們還在剛進公司的時候 遇到同事就真的很興奮 就會直接上去打招呼那種 可是我現在也是 一看到我就換車 換車箱 然後一看到後 月台上游我就 往後退 或者是 或者是其實我大概知道 但不會說話 不會打招 但其實 因為我們有台灣人的那種事嗎 我覺得剛剛打招呼 立馬掌 還非常地圖的透枯 所以就是 因為壓力太大 不一樣 就是你還是會卡麥 就是為了要跟他溝通的時候 因為日本人很容易就是 過度解讀你的所有的話語 日本人有厲害關係的時候 時常就會 他會 很奇怪 我覺得 而且就是 那個真的不是 他搞不清楚 他到底想要幫你 還是他 就好像 怎麼好像 你姨父很想幫我 這樣子我怎麼覺得 我一直被癮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說是覺得 還是比較有交集 你這個 不然就是 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被癮 他會有另外一個煩惱 就是我覺得 我現在的 工作人生之間 都很無聊 所以我就覺得 我 我很有趣 我與其花時間 看看打招呼 我還不如跟 看YouTube 我們還比較開心 看自己的YouTube 對 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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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我覺得 如果今天是 我們 我們真的可能要手術 我們可能也勢必一個人 然後我怎麼辦 叫你來陪我吧 對不對 那你可能會有 可是我會陪你啦 不用啦 你這樣子帶我 你就會覺得 很不好意思 因為一個人可以解決的事情啊 看那是什麼手術吧 如果是真的 可是很嚴重 你來也沒什麼用啊 可以幫你 可以來看我啦 但是就是 手術那天當天好像也 就是你陪這也沒有用 對啦 好啦 掰掰 阿咪好可愛喔 奇葩現在太多了 對 所以我們這次就不是一個 單以一個奇葩為主 而是就是 複數奇葩 然後一個個小故事來串聯起來 這樣子